暴徒们开着抢来的装甲车横冲直撞 看 他们用装甲车里的机枪向四周射击 一辆军车意外熄火 歹徒们蜂拥而上 疯狂的用石块砖头袭击汽车驾驶员 将两名战士活活打死 战士活注器 这个歹徒还不解恨 继续向惨死的战士投掷石块 有些人说有两千人被打死 或者是几百人被打死 有些人说有两千人被打死 有些人说有团队的团队 在团队上有团队的团队 在团队上有团队的团队 有团队的人说有团队的人说 我必须说我没有看到这些人 我不知道他们在团队 我自己在团队上有团队 在团队上有团队的团队 我一直在想 我一直在想 我们是不是需要用谎言 我看到了德...德建在家里是吧 从澳大利亚使馆出来之后 在家里接下来 我只会被打死 有些人说的 我看到了德建在家里是吧 从澳大利亚使馆出来之后 在家里接受的人民预报记者采访 我当时想呢 就是说德剑当时的那种举动 这个当时那种举动 在当时的那种条件下 德剑说的 他所说的都是事实 他没有一句撒谎 这一点呢 我觉得德剑实在是对得起自己的良 对得起自己的良知 而且他是对历史负责 但是在那样的一种情况下 德剑出来说这个 对德剑的影响肯定不好 因为当时跑出去很多人 就说天文光堂雪流成河啊 等等等等 这些吧 反正说了很多骇人听闻的 不招编辑的话